这是去世前后最为天差地别的开国元勋 生前他是身居高位的领导人 可去世后 古惠却没资格葬入八宝山 甚至还惨遭中央驱逐 堂堂开国元勋 明明为新中国立下的不朽的攻击 为何却落入到如此天地 上节我们讲到 新中国成立后 周总理派人给逝去的革命先烈 修筑了革命公墓 可有六位领导人 或是为了死后落叶归根 或是为了魂归祖国上后 最终并没有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可与正相反的是 这位干部却是被迫牵出八宝山 他就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谢芙智 从云南省委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 他为新中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直到1972年因病逝世 中央经文恶后将其骨灰葬入八宝山 周总理还特意为他协下道辞 直到八年之后 局势扭转 他一夜之间成了令人耻恨的轻骨罪人 原来在那个时事动荡的年代 他的思想也跟着飘摇不定 为此酿成了大错 中央查明真相之后 将谢芙智的骨灰挪出了八宝山 并且开除党籍撤销到死 如今的他骨灰安葬之地 无人可知 除了以上所说的六人不愿意葬 一人被移出之外 还有一个人十分特殊 甚至至今都还没有下葬 而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开国领袖毛主席 实际上毛主席的本意也是弱野归根 生前并多次和身边的人表示 百年之后要回到韶山 可为了能够让世代国人铭记毛主席 最后中央商议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 保护主席遗体 让人民群众瞻仰 尽管如此 中央也没有忘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愿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中央就按照毛主席生前的意思 在韶山修建了毛泽东纪念园 前来参观缅怀的人是络绎不绝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更多的精彩案件故事 尽在账号主页 点头像即可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